很簡單,就是說你1號在那個範圍裡面開出17次 那個整個範圍有幾個,所以你最後就是在除以什麼? 除以它全部有幾個號碼 那全部有幾個號碼呢,當然我們假設我們回過101這邊的話可以看得出 它總共997 然後997,它每一齊7個號碼,所以其實就是99乘上7 答案應該是700-7,就是693 那你幾個方法,你就是這邊大概你可以,你說老師那我直接算完693 是也,結果應該也是對的,可是問題你為什麼 這個假設說你用人工的方式算的話,其實就不OK,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得到693這個答案的話 那要如何取得最簡單?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你可以用剛剛有提到的一個函數叫 剛剛是conve 剛剛不是有提過一個叫counts函數嗎? counts函數就是說你給它一個範圍,它幫你算出那個範圍有幾個數字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你這邊可以按F3 就給它開講101 它幫你算出來就693,有沒有看到?按確定,693 所以 意思就是它幫你算完那個範圍裡面有多少個數字,算完是693 那同樣的道理,如果開講102的話,如果開講102的話,應該數量不一樣,因為它起數好像不同 它得到的是728 所以如果按照這樣的概念的話,我直接什麼? 後面再除上,除以什麼? counts不要1,counts,然後呢,開講101 後刮5這樣OK了,所以呢 比較偷懶的方式,就直接拿這邊複製 先貼到後面之後,把1幅拿掉 然後後面就是只要一個參數 意思就是幫我算一下這個範圍裡面有幾個數字 除完之後就693 所以 17除以693之後的話 得到的結果就0. 0.245 3 等等一堆 所以當然你最後也可以把小數點把它縮小了 一般可能不要取到小數點的 這麼多位數 那所以你要把小數位數減少的話 其實常用裡面就有減少嘛 你就把這個小數位數大概取到 小數點的第4位其實就已經很OK了 當然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滿 馬上算完了 那你說開講102怎麼算 開講102不是也是一樣嗎?直接 把這個後面 同樣的方式 把這邊複製一下 然後呢,除以什麼呢? 除以後面呢,就把它貼上之後 把1幅拿掉 這樣比較快 這樣比較快嘛 然後幫我算一下 裡面有多少個 這個號碼 728 然後一樣算出來 那小數點把它取到小數點第4位就OK了 然後向下填滿 可是取到小數點第4位 看起來其實 好像還是 沒有那麼清楚 所以如果我想要 把它換個方式呈現 什麼樣的呈現方式 就是有一個分母 跟分子的 下面的話是1萬 1萬 1萬為分母 然後上面的話總共出現分子是多少 就是1萬次裡面 它出現的次數大概概率是多少的話 那我們其實可以換個方式 如果假設不要用小數點 我希望把它改成用分母 是1萬為單位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所以如果要換個格式 你可以 找到 儲存個格式 按右鍵儲存個格式 那我們這個格式裡面就會有個叫分數 有沒有 就是 以多少為分母 那以多少為分母的話其中 好像最大的是以100為分母 那你可以先選這一個 有沒有 它變成100 分 之 2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我假設 我不要以100為分母 因為你說老師我要1萬為分母的話那應該怎麼做 其實跟各位講 如果只有一百沒有1萬的話那你有個方法就是你自己補兩個0進去 但是問題要怎麼補兩個0 以後如果你要自己修改格式的話 請記得要選哪一個才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有沒有發現下面有什麼 制定 你把它制定按下去你先選這個 再去制定 然後再怎麼樣 怎麼樣 可不可以補兩個0 有沒有看到哪邊可以補0 100嘛 然後補兩個0 有沒有看到 1萬就變分母了 然後前面就是它的分子 那就OK了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就可以得到這樣的格式 至少我覺得 以閱讀性來看 應該會比小數點來得直覺一點 有沒有 然後向下填滿 當然你會發現數量就會比較清楚 那這個格式你說要長得跟它一樣怎麼辦 很簡單 你說老師我再做一次 我覺得有點麻煩 最簡單的方法是 這邊有個刷子 按下它一下 就把這個格式 刷到這邊來 然後把它快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那這邊格式怎麼辦 一樣嘛 再把這邊的格式再刷過來 有沒有 然後再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最後排名的話 這樣 應該排名就不用動了 反正它還是按照前面的 那排出來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就可以得到 那個 它的 排名順序 但是排名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 當然最後 我是希望取得 那個 排名是 最 最前面的 比如說我想要 假設 可能我剛剛課後我希望 把那個 前七名的號碼 直接把它取出來 然後呢 直接幫我把這個底色 幫我把它填個 油漆桶 比如說第七名找到了 然後呢 第2名我也找到了 這邊把它加個油漆桶 第3名 反正 只要這個條件為 你這個條件只要是 小於等於7的話 那前面呢 都幫我加一個 就是加一個油漆桶黃色 讓我知道一下 那個號碼到底哪一些是前七名 可是我剛剛這樣的動作 是用人工的方式來做 那人工的方式 我講過 第一個 很沒效率 第二個也很容易 做錯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 這件事情 是 用以色友幫我完成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OK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 看一下 如果我希望 直接把這個顏色 Ctrl D好了 希望如果 它的排名 是 小於 等於7的情況下 幫我把前面的號碼 你說格式化這邊 我本來是想說格式化這邊 可是格式化這邊的話沒意義吧 因為我知道 名字幹嘛 我主要是要知道號碼 所以重點應該是號碼 哪個號碼 排名 是比較前面的 那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剛剛主要 要變更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 就是加上機率 那我用的是 Count 不是 Count 那一樣的話 把它除 接下來第二個重點 就是把它改成 用1萬當分母的一個格式 那怎麼樣去把它當分母 我是用那個什麼分數裡面的 以100為單位 再去改成制定 加兩個0 OK 其他的格式就把它用刷子刷過來 刷過來 這樣就OK了 那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後面我們可能就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 當然可能 如果你沒有別的方法 可能就要寫VBA 寫那個程式 可是如果你假設不想寫程式的話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做到這一點 不是用人工 那裡面的話其實有個方法 你們可以不妨試試看 這個方法的話應該是在這邊 它有個叫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 裡面的話給它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就是當排名是 小於等於7的話 幫我把它的號碼 改成黃底 OK 怎麼做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